周中上演一場精英杯B組賽事 加聯元朗行住發比奧、黃裔和鄧志軍 各見一綱以3比0興取漁圓 積分榜以3戰得4分攀升至第二位 而漁圓就兩場輸了敬佩沒席 這週講超都算多新聞 先說香港飛馬 他們在週一晚雖然一度領先兩球 但最終仍然被觀眾南區迫和2比2 而球會在每天透過整個媒體宣布 和保時犯下大錯的門將俊輝即時解約 理由就是對方犯下紀律問題 而雖然這場臨尾同失3分 球會長羅潔成就說會遇上對球員發放贏球獎金 鼓勵一班球員 至於上週在超聯擊敗元朗 打開本季聯賽勝利之門的和夫大埔 亦傳來驚人的消息 原先主教練之一的郭加洛 因為亞洲足協普拉神的課程延期 未能夠兼顧之後的亞洲賽 所以向球會請辭結束短短3個月的任期 而他的主教練職務 將會暫時由鳳凱文全權負責